开始了 哈喽Mr.Key 你好 Mr.Key 想问问你们这两天 对Sam & Lee的看法是什么呢 Sam & Lee的KBI 这个KBI达人做 这个KBI是真的 对一个中小企业的版主真的是很大 因为真的很透明化的 让有目标 让那些员工 不会漫无目的地的去 只是做一个实工作 他们会有自己的思维和思考 去知道他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 他做这个样子 是得到的是什么 好处是什么坏处又是什么 全部很明确的给大家知道 大家的岗位的重要性 就是 大家都同一辆巴士上吧 同一条船上吧 其实 不可以说 看小一个职位不是很高的 就不重要 不是这样 KBI是让大家都知道 这都是很重要的解释 切一不可 所以这个KBI 我是觉得对中小企业 是很重要的一个系统 系统 不是说可以漠视 生意又做大 是真的很需要这个KBI 来管制管理 大家更加明确 那么Joy呢 Joy 你 你们之前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为什么你们会去找KPI 解决你们的问题 我觉得一间公司 那很多很多公司老板跟员工之间 他们会很欠缺的就是一个沟通 一个连接 所以老师的来到 老师的那些语素啊 一些跟他们的沟通方式啊 说话啊 会让其实很紧张的一种 一术变成很轻松 然后员工的接受能力很高 就是呃我觉得会让好像呃 呃之前员工会觉得他们遇到的问题很无助啊 可是他们因为我们是老板的关系 他们会很很怕跟我们讲 可是有了这些KPI啊 他会呃老师一样一样这样子 list出来啊 然后一样一样去探讨的时候 就可以一下子解决了公司很多问题 嗯嗯这样子 那老板有没有达到你的期望啊 啊这两天啊你们两位一定 我来之前你们一定很有很有有有很期望了嘛 对不对啊啊啊 是呃 我这一次会KPI KPI达人这个文讯老师 来到我们这边 我是一个有一个受宠落惊的一个感觉 因为我上了很多个课程 我上了很多个课程啊 就是很少像KPI呃 文讯老师这样子 直接来到我们的公司 让我有点收紧 我也是一直以为是 可能是派他一个同事过来 或者是一个他的 他的 他的消财是什么过来 这样子类似 就真的是有点吓到啦 啊这个期望 期望 呃就是真的 哎呃 但是真人来的我真是有点手揣落井啊 也吓到 就这样子 啊就是很感谢 啊啊 呃 医生老师的到来 很荣幸的 呃 被你上了一课 有没有解决到你之前所烦恼的问题呢 这两天 目前来看 我觉得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90% 嗯 目前来看 嗯 因为 呃 因为 呃 因为这个 一做出来 就真的是 跟员工分析到很清楚 你们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 不应该存在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都可以解决到 就是说这些问题 将来都不是问题 所以小小的问题 都是他们自行的 可以去处理掉 解决掉 嗯 是真的帮助很大 很大 很好很好 Mr.Key 谢谢你们 啊 啊 好 谢谢